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本月在加拿大印度人聚集的冰顿市接连发生了两起恐怖的暴力性侵事件 而且还发生在知名高校谢里丹学院附近 近日皮尔区警方公布了嫌疑人的视频并全程通缉这名南亚裔男子 第一起事件发生在9月2日 警方称一名19岁女子在斯蒂尔斯大道西迈克劳林大道附近散步时 一名男子对他实施了性侵 随后逃离 随后9月22日凌晨1点30分左右 另一名19岁女子在迈克劳克林路雷劳森大道附近散步时 一名男子对他实施了性侵 随后逃离 警方称两起事件中的受害者都受了轻伤 调查人员周五表示 由于公众呼吁提供信息 他们获得了一名嫌疑人的视频 据描述 嫌疑人是一名20多到30出头的南亚裔男子 身高约5英尺8英寸到5英尺10英寸 中等身材 留着深色短发 发际线后移 警方要求任何掌握相关信息 视频监控或行车记录仪的人 并可能在9月2日或22日凌晨到过该地区的人们 立即联系特别受害者小组 电话9054532121 分机3460或拨打皮尔区犯罪热线 18002228477进行匿名举报 然而 这已经并非是最近发生的 首起跟印度裔相关的性侵性骚扰事件了 就在9月12日 一名带头巾的男子 在大陆多伦多杜伦学院附近的公车上 威胁了一名女生 当时受害者正从学校离开 登上一辆巴士 嫌疑人坐在他旁边试图跟他讲话 并在受害者下车时对他进行了骚扰 这还不算完 9月17日 多伦多警方逮捕了一名 试图在电梯内实施性侵犯的印度裔送餐员 警方接到报警后 赶往了央街附近的一栋公寓楼 警方称 嫌疑人当时正在公寓楼内送餐 与遭到性侵犯的受害者乘坐同一部电梯 35岁的多伦多居民 阿扎兹·阿哈迈德·巴布鲁 被逮捕 并被指控犯有殴打和性侵罪 最近不少关于加拿大印度人太多的讨论 在社交媒体上引发关注 前不久 我们刚刚报道过 在宾顿一位老移民 在沃尔玛公开怼印度人 视频很快引发了网友们的围观和激烈热议 近日又有一段 中国女生吐槽加拿大全是印度人的视频 在社交媒体推特上疯传 甚至还火上了印度媒体 根据印度媒体Times of India报道 病毒式传播中国女子对加拿大印度人的数量感到震惊 多家印度媒体均报道了这一事件 视频显示 这一幕拍摄于驾照G1考试地点 她直言不讳地说 不知道的人会以为她在印度 视频开始 这名女生用普通话说道 你们看一看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是在印度考试 随后她贴出了几张这样的照片 可以看到现场有不少的西克教印度人 正在等待驾照考试 这段视频随后在社交媒体上疯传 加拿大本地网友也纷纷分享了自己的看法 我走进的每家零售店里 大约70%的员工都是他们 他们拥有并经营所有的连锁店 然后赶走所有的白人 中国人 黑人等工人 只雇佣他们的自己人 这就是特鲁多的新印度 不过与此同时 也有不少人指出 他自己也是一名移民 移民吐槽移民 无疑太讽刺了 他说的没错 不过讽刺的是 在加拿大的很多地区 比如万景和温哥华 可能会被误认识中国 还有人说 几个世纪以来 加拿大的身份一直在演变 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不断涌入 无论是欧洲人 亚洲人 还是其他人 正是这样的多样性 成就了今天的加拿大 加拿大国会本周又吵起来了 特鲁多指责 保守党恐同的言论 并且两次拒绝撤回 几乎被赶出国会下议院 本周三在加拿大联邦国会上 当议员们进入提问环节后 结果质询时间甚至还没有开始 议长们就失去了对众议院的控制 本队党领袖伯利智询问 加拿大驻纽约总领事汤姆·克拉克 在迈哈顿亿万富翁街购买了一栋价值900万元公寓的情况 特别是这栋公寓的豪华浴室 里面有一个手工制作的铜制浴缸 伯利智问特鲁多在最近访问美国期间 是否拜访了住进新居的纽约总领事汤姆·克拉克 一名为透露姓名的议员大喊 他们在浴缸里交流吗 特鲁多的回答被保守党席位的嘲笑和嘘声淹没 国会的视频显示 发言者是保守党议员加内特·吉尼斯 但麦克风没有听到他完整的发言 片刻之后又听到第二个声音问 汤姆·克拉克睡上铺了吗 当国会议长佛格斯站起来后 要求议员们停止不合十一的发言时 特鲁多打趣道 议长先生别担心 在国会这里我们已经习惯了 众议院立一边随意的恐同言论 然后特鲁多的说话就被打断了 议会爆发出高声呼喊 要求特鲁多因不合十一的言论而被赶出国会 在与下议院书记员商议后 国会议长佛格斯要求特鲁多撤回 他的关于指责国会议员的恐同言论 对抗欺凌者有时需要我们大声斥责 他们的胡言乱语 这就是我要做的 特鲁多拒绝撤回 当佛格斯第二次要求特鲁多撤回言论时 特鲁多依然拒绝 如果那位暗示我和汤姆·克拉克 共用一个浴缸的议员站出来承担责任 我将很乐意撤回我的评论 特鲁多说道 菲格斯再次站起来 敦促特鲁多做个好人 第三次要求他撤回 特鲁多默许并撤回了他的指控 以及他在之前的声明中 不合时宜地使用了废话一词 保守党议员加内特·吉尼斯 否认他在众议员发表的言论 带有恐同色彩 周四吉尼斯在众议员发言 否认他的言论带有恐同情绪 保守党新闻总监斯卡姆斯基 在向多伦多太阳报发表的声明中坚称 保守党成员喊出的评论 既不是恐同的也没有提到 特鲁多在质询期间 特鲁多荒谬地声称 像这样的豪华设施 在开展外交和国际关系所必要的 因此保守党成员正确的质疑 手工制作的同治浴缸 是如何成为举行外交会议的 必要条件的呢 加拿大联邦法院正在启动一项 新的措施来简化学签被拒的审查程序 目前法院处理移民案件的数量 已经连续第三年激增 到今年12月底 预计案件数量将达到24,000件 是新冠疫情前五年平均年案件量的4倍 现有的程序是 要求对拒绝重审的申请人 必须先向法院申请撤销拒签 然后由法院决定是否需要重新审议 联邦法院首席法官Paul表示 从10月1日下周二开始 法院将启动一项试点 允许法官对撤销拒签请求和司法审查同时做出裁决 该程序将不再需要听证会 被拒签申请人将在五个月内得到法院的决定 而之前可能需要长达18个月 法官在声明中表示 这对申请人和法院来说是双赢 申请人将节省大量的时间和费用 而法院可以节约稀缺的司法和登记资源 目前尚不清楚每年有多少联邦法院案件与学签有关 然而根据政府数据 移民部处理的新学签申请数量 从21年的55万504件 积增至23年的86万2431件 拒签率维持在40%至45%之间 根据这项试点 被拒签的申请人和移民部 必须双方同意参与这一简化程序 且对案件事实没有争议 法院将只考虑那些不涉及入境资格 或国家安全问题的简单案件 并且各方无需提交宣誓书 被据学签的申请人 必须在收到拒签决定后15天内 通过新程序申请撤销并寻求司法审查 而在境外的申请人则有60天的时间 该程序不需额外的行政费用 司法部副区域主任表示 学生和政府在同意新程序后 仍可以通过书面动议 要求将案件转回常规程序 从而选择退出新程序 有使用眼药水习惯的朋友们要注意了 一款加拿大制药公司警告消费者 不要使用其生产的某些眼药水 因为其中的微生物生长 可能会导致眼部的感染 总部位于蒙特利尔的潘多法姆 Farmacites Inc. 的一个部门正在召回其 5毫升和10毫升包装的色干酸低眼液 药品识别号为02-009277 产品的有效期如下 2025年4月30日 26年4月30日 26年11月30日 26年1月31日 26年8月31日 加拿大政府网站周三发布的公告咨询报告称 儿童 孕妇 老年人和免疫系统较弱的人 可能容易受到感染 或出现微生物污染病发症 另一方面 对于健康人来说 因潜在受污染的眼药水 而发生严重眼部感染的风险相对较低 并且感染甚至可能自行痊愈 该专业制药公司建议 消费者将产品退回药房 药房将妥善处理他们 该咨询还补充道 如果您使用过该产品并且有健康问题 请咨询医疗保健专业人士 该产品是一种非处方药 用于预防和缓解成人和5岁以上儿童的 季节性过敏性结膜炎的症状 公共咨询报告指出 公司测试发现 产品的防腐剂可能不如预期那么有效 增加了霉菌或细菌等微生物生长的风险 报告特别提到 人们担心产品可能被绿膿杆菌污染 该咨询称 如果个人出现眼睛疼痛 视力变化 光敏感 眼睛发红 分泌物过多和瞳孔异常等症状 则可能患有感染 对于严重但且罕见的病例 感染可能导致视力丧失 全身感染和死亡 此外 铜绿甲丹包菌 还可能对免疫系统因囊肿性纤维化 艾滋病毒 艾滋病 严重肺病 癌症 糖尿病或烧伤等严重疾病 而减弱的人造成严重感染 严重感染者可能会患上肺炎 骨感染 尿路感染 胃肠道感染 脑膜炎和血液感染 该通报称 加拿大卫生部正在监测情况 包括该公司实施纠正和预防措施 公共咨询报告中称 如果发现任何新的健康风险 该部门将告知公众 好了 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留言点赞 能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